921大地震后 政府为了照顾受灾户 就新建了所谓赠灾住宅 不过随着921 赠灾重建暂行条例的废纸 这些受灾户可能就无法继续住下去 经过议员以及宪服多年的努力 普里镇北眉社区 渴望以专案的方式来浪受 这对受灾户来说是一大福音 自从上次的一个说明会之后 这些居民一直期盼着 希望说能够得到一个解决 也希望说能够再一次的听听 地方的这些居民的声音 于法令之内 能够替他们解决这个住的问题 为了这个受灾户来 乘过这些房屋 也努力十万年来 将于今天已经订了 让我们这些受灾户 有一个温暖的资 有一个固定的厨来居住 这也是我们官政府的贴政 所以今天我们认管中 可以说受到我们所有的 这些受灾户的感恩 为了真正协助这些受灾户 此专案 县府释出的善意也令议员们支持 因为过去所缴的租金 也将算在购物价格里面 换算方式 例如一栋房屋 目前公告价值300万元 减掉过去所缴的租金100万 剩下的200万就是浪售价 这场说明会民众在了解自己的权利及义务之后 大家是相当满意 议员廖志诚也希望此专案顺利执行之后 县内其他五个赠灾住宅地区 渴望比照办理来解决 有关灾灾住宅问题 其实也困扰着南投县好多年 而如今宣服团队终于想出最终办法 副一场叛应权是相当肯定 也勉励大家共同把后续作业顺利完成 希望在年底前 让这些收灾户都有属于自己的家 明镜王怀一怀 普理采访报道